办公室里的台式电脑可以上网 但是你的手机的WiFi的信号却非常差 你看这里WiFi信号都特别差 如果想给手机连上WiFi怎么操作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台式机的网络共享给手机用了 怎么操作呢 我们看这个台式机只有一个有线网卡 这个以太网就是有线的意思 我们需要给它装一个这个无线网卡 非常我们只要把这个无线网卡插到主机上就可以了 不需要安装驱动 我们把它插上去 插好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电脑上这里看 稍等一会儿 你看它就会出现一个无线的网卡的链接 这里我们不需要操作 我们只要看一下它出来了 就证明这个网卡插上已经成功了 这里不需要操作 我们把它最小化 重点在这个地方 点这个右下角的这个地方啊 我们只需要点这个移动热点 打开 好就可以了 打开之后呢 我们需要点右键设置一下 点右键设置 这里设置里面 有一个网络名称和密码 我们点编辑改一下 比如我们把这个名字改成 简单一点 连我 是 狗 密码不知道 当别人问你密码的时候 你就说不知道啊 然后点保存 好 保存完之后呢 这里就是无线的名称和密码 这个时候呢 你打开手机的WiFi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满格信号的 点我是狗啊 这个就是电脑共享的WiFi 然后密码呢 就是刚刚这里设置的 不知道 不知道 好 然后点连接 好 这样就连接上WiFi了 看到没有 所以说 现在这个WiFi的话 就是利用这台台式的有线在上网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已经连接了一个设备 只要账号密码 只需要设置一次就行了 如果以后要用的时候 直接把这里点打开啊 就可以了 如果要关闭的时候 点一下就关了 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